哇 歡迎實體同路淘寶 這個是我來到香港第一次放頭同路淘寶 也是染了頭髮後第一次放頭同路淘寶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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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集的嘉賓是阿妹 我結成了你的遊戲 也是你同路淘寶香港集的第一位嘉賓 我從以前開始覺得阿妹的主持一定沒問題 但後座就好 後座就好 其實很難 知道嗎 今天我們就特地進來沙田石門的京瑞廣場 曾經在這裡聽說很出名 就是吃龍蝦海鮮火 這麼益啊 我期待了很久了 知道嗎 還有它晚上也汁了 4-5-6天也汁了 所以我特地約你下午2-3點來這裡吃 3點太多了 是呀 今天我們吃就是吃一落小鍋 那我們現在馬上進去了 Let's go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已經進來坐下了 整台都是粟啊 好多東西吃啊 還有我們這次特地點這裏最出名的就是 龍蝦海鮮火鍋套餐 有,有花膠,龍蝦,蟹,蟹,蜆 蠔愛,魯魚,針灰 好美味, ё這個蝦 有魚,鮑魚,響靎還有粟米 而且整個是新鮮,今天要買的 很明白啊 讓我繼續玩,你不是想跟我來聖誕日 對,聖誕期間我怕沒 Aah 中國看著這個大點,其實主題是用陸人吃的 你一直唱,我變如你其實 我的食量应该是等于平常人的两个人的分量 你是四个人的分量 这个汤底有什么特别呢? 我们用火锅 平时一放小锅,就是用没有味精的猪骨汤底 而今次也和火锅合作了 我们也可以指定火锅的汤底吃 我们今天就选了这个胡椒猪肚 刚刚问过胡椒人,他说胡椒味是吃海鲜 最大海鲜的甜,马上升华了 我们先吃龙虾 让大家看看 我特意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吃 特意留肚吃,今天这一餐海鲜大餐 我们就一人半只吃 一人半只吃,就饱了 我想说真的超划算 我现在是在做外卖的 特别是星期五、六天有很多外卖的单 旁边吃都爆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叫外卖 这个套餐是全香港都送的 你正在购买的火锅套餐,就只认识能使用火锅的 我真的想说是超级高 性价比高而且有很多海鲜 非常紧张 我现在还要出议会 跟我来吃就是这样 我想有肚腩 站在旁边,我看你的手切 是,我真的有 这个手切牛也是 可以 刚刚即切即螺 不如我们吃了牛 可以 可以 你因为太肚饿了 你是否会问问题 对对对对 问题也挺有心 不如这样吧 我上次你和我同过 接下来你和我拍摄厨房吧 地不地肉就到时才决定 我不会煮你吃的 可以的 好啊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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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你也想和我一起过途间 好了 今晚我吃蛋没有人 我也是想我带 哈哈哈哈 三个 OK 显得我中受 哈哈 哇两个肥仔 嗯 到时再点一下这个肚子 去我家打吧 嗯 哇好新鲜啊 嗯 好吃啊 我本身很老的 不老啊 很辣 鲍鱼 烤锅湯底 现在有四款 有番茄 有椰子鸡 有麻辣火鍋 有胡椒猪肚 我们就选了胡椒猪肚 但我之前在公司吃过 我之前有开过番茄给我们 很好吃 有番茄粒 就是蒸齿齿料 没有味精 所以现在就是一个鸾城 你可以在这里吃到一落的套餐之外 也可以指购 烤锅的汤底 完美的配合 好丰盛啊 好丰盛啊 哇 因为我住港岛嘛 我们现在就 死了 因为沙田那么远 他就说 原来全港都可以叫外卖 刚刚我们初来香港呢 习惯不到那个圆 因为澳门真的很近啊 对 我们香港朋友经常都说 香港很小啊 住港的什么 对啊 澳门是一条村子 我现在在他们心目中是 为什么今天他们和他们问我 你去哪里吃火鍋 我说我去沙田 沙田那么远 我要叫外卖啊 我认为在香港吃火鍋 我买了个鸡翅 我去你的家打我 真的可以 这个胡椒酱鸡汤 真的很入味 我第一次用胡椒酱鸡 竟然是比较甜的 他说特意调到鲜味 而且是超新鲜的 他刚刚拿出来的龙虾和蝦还在移动 我问老板他们都是值日拿货的 这只龙虾真的很贵 是啊 等到途中我去吃一下 猪先 猪可能呢 我是在香港经常吃火鍋 是啊 真的经常吃火鍋 天气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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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虾要多少分钟啊 10-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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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可以的 可以试一下鲑鱼 超欢迎大家买火鍋的汤底 因为是真心好吃的 哇,我看到了一只鲑鱼 还有四只鲑鱼 而且这里很有名 而且我们一看一看 所有海鲜都是超大 对 除了新鲜之外 龙虾很大 鲑鱼也很大 很大 我们一定吃不完 大家一起分享 大家一起分享 我一来都放出来 这么大份 重点是每天都很大份 很新鲜 很新鲜 因为它很浪费 吃下去 就知道不是急凍 放到很久 那些 可福祥 真的很好吃 真的很好吃 我看到它喝啤酒 对着推移啤 大家很想喝 小杯 可以吗 稠后套真 然后不回答 也很好吃 那些海鲜味很浓 真的 真的 即是套餐包起来 完全不想吃什么 对啊 这个一定够六人吃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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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热 太热了 很热了 不够三秒就倒了 对啊 好大隻啊 这个 哇 它梅真的好甜 我打算是考验下 我假装不出 然后考验下梅幫幫我 她真的过来帮我 整块肉啊 老公啊 嗯 哇 好好味啊 好香 你看看 龍蝦肉 嗯 好味好味 哇 它的肉真是超香 糖厚 嗯 好足啊 現在澳門也有这个就好了 所有海鲜是有大份 又新鲜又好吃 又多肉 加上火鍋湯底 不謀而合 完美啊 有回忍 说了很多次都要继续说 澳门也有的话 我应该都 起码一个月叫两次 应该不算美加了 加美辣 多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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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我们先问一下问题 我已经满足到 不想问问题了 好了 下一站 再见了 我问辣妹妹 都要 来啦 很紧张啊 很紧张 很好味啊 吃得太多 湯底很好吃啊 湯底很好吃啊 对啊 好了 开始问辣妹妹问题了 首先 其实我都知道的 有些观众想知道而已 你大学读什么的啊 妹妹 好 我是读酒店级会展管理 其实我是Event出身的 怪不得出那么多Event 所以我和Yakilo第一次见面呢 亦都是我大学的时候 搞的一个Event 活动上面第一次合作做MC MC 你是大三到大四的时候要搞活动 对啊 对啊 你知道我当时对你的印象又如何嗎 我已经不记得了太久了 我知道你是那些IFT女神 我听过 神经病 你都知道 IFT女神 好奇怪 那时候和你合作 我以为你这个人很cool的 不知道 不知道 没有看错 怎知道也没有看错 我以为你很cool 然后又不容易交心 不容易 不相处 对啊 纯粹是一开始的印象 嗯 但谁知道是完全不同 对啊 我觉得你是如何 我觉得你是瘦的 谁知道 谁知道 那时候真的很瘦 因为我做MC经验不多 澳门的思义都可以出色 你是令我对澳门思义改革 真的 我记得那时候入眉 我第一个人打招呼就是你 对啊 我也有过来和你打招呼 对啊 对啊 有个缘分在 对啊 我觉得那时候你还是没有想过 会入眉辣的 没有啊 还在读大学的时候 那时候有找我 聊天 嗯 在读大学 我觉得兼顾不了 所以我就拒绝了 要不然我就做过姐姐入眉辣 大学毕业做了一年多 姐姐入眉辣 然后才叫我一起去 你一起入 可以开心点 嗯 但为什么你最后会 选择入眉辣呢 我不是买衣服的 对啊 对啊 我自己是一间 那之后 找得不多钱 但很辛苦 因为每个月都要飞 自己一个飞去韩国 去拿货 虽然不辛苦 不得洗衣服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很饱和 而且服装是很好 一条街20间 对啊 所以我就入眉辣 试一下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怎么知道你会飞了 我还没有 我还在学跑步 还在学跑步 我还在爬 哈哈 那其实你喜欢做DJ 多一点 还是喜欢拍片多一点 我说到拍片 先做YouTuber 那YouTuber是和你分享自己 可能在生活上的感觉 或者是开心 对啊 分享自己的东西 那打碟是很现场的气氛 是即时性的开心 就是我也是想大家开心 而他做这件事 但是YouTuber就是拍那一刻 即时得不到我要的反应 但是打碟就是 又或者你播出 其实不知道观众的反应 对啊 但是也很感谢 很多人都觉得 支持我 我都跳 你太有趣了 又漂亮又可爱又开心 其实我也是类似的 都是喜欢哄观众开心 看到你们这些 打碟的现场都很高兴的 你和姐姐 那些现场 我很害怕 第一场是香港打那场 他们是很开心 我们又很开心 虽然香港的场是小一点 但是距离 但是小一点有小一点的好 距离很近 也让很多人认识到 澳门出来的人 都不是很差 这样 还有可能你们很快 就可以去那些 再大一点的Santa 如果有些人 想要做DJ 可以透过什么途径呢? 可以透过我们 即是直接找你们 对啊 YouTube Studio 可能打碟那些东西 就是跟我们师傅 和姐姐经营人去夹 这样 就可以学 澳门就已经开始了 看看香港有没有机会 现在先说到工作上 有没有什么目标 其实我给自己的定位 是希望做到一个演员 因为其实演员是很挑战性的 你不是在做自己 而是在这个角色 但是又要放自己的东西 很複雅 我不懂得说 我不懂得说 希望大家 去了电脑 YouTube 看到我们 都想大家 在大营 在大音乐上 看到我们 来到香港的这个学戏 向着这个目标上 看看是否可以再 乘前一步 再延伸出去 所以一个 歪波形的女生 我就会找私人 你自己 都算是上了一个全方位的艺人 通常 一定要学习 现在还未敢说 目标 是一个目标 是一个目标 要去追 有点认真 让观众了解一下 对 但是有没有你最想挑战 是測什么戏路 我先说 比如说 我有幻想过去演员 我有想的 我很想演 抱仇女的角色 哦 就是奸角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 Energy很高 Energy爆一点的戏 可能捉住你 你再唱 你再不拿出来 我就打开我的头 这些呢 我记得 还有古装器 古装器都想试 我可以吃我姚子玲 那样 Copy & Paste 你知不知道 我和阿成 就是我们的偏剧 我们觉得全媒来 最适合拍古装器的女生 就是你 是吗 是啊 因为你的轮廓 就是你有那个旅合感 不是 我给你一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很大因素 是因为我这个尖尖 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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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还没粗 而且你经常会自己很开心 尖尖自喜 肉 其实痴线 痴线 精神病那些都挺好 哦 其实我也觉得挺好 我之前也有听过 一个明星和他聊天 你要演一个精神病的角色 其实你可能闭关一个星期 那件事很压抑 有很多其实都要看医生先的 未必你一下子抽来 又或者是你以为你抽来 但你未必抽来 始终来到都贵 我走了 我真的来到了 我希望现场 如果我的频道有些监制 导演那些 看到我们这段对话 真的可以多多运我去演戏 我知道阿妹是一个很努力的 阿妹和家姐都是 真的很純粹 因为一直有目标 一定要保护去追 大家都是 可能是女孩子都是 你也是 追到的 好像有东西听 大家记得你从我全网上听 哈哈哈哈 暂时都是学习 先从终艺做好 给大家看 希望你们看到 我有机会 所以也有拍了一些 昨天有些终艺节目 都还没上 大家留意多些 你们之后会常留在香港 还是怎样 我们会 其实目标就是上去开关 但是如果真的假设不开关 我们新年前都会 我啦 我啦 姐姐我不知道 但我会想回肥过年了 我也是 可能一月中秋 过年之后 也会回来 我未知道 在4月初恒学院 看计我4月 是的 4月初恒学院 对阿芬 我还说 一粒很大粒 你是否因为出意粉 所以特意吃点 不逼你 她的胡椒猪蠢湯 越来越牛越特味 是的 好 我问你 感情观是什么 舒服 是哪方面的舒服 我相处,他会令你很舒服 令我感觉到相处得很舒服 你也会令他相处得很舒服 他舒服时,我又要舒服 如果不开心,拍拖是没有意思 如果我要吵架的话,我宁愿不拍拖 我是一个不喜欢吵架的人 但如果你要跟我吵架,我会奉陪 旅行吧 如果你要吵架的话,你要负这个责任 真的很相感情 有时会吵架 我会讨论 分手不可以吵架 一定是冲动 双方协商,大家性格不合 或者感情观是不一样的 难道你喜欢吵架,我不喜欢吵架 是要分手的 其实很理性 天明座是一个很奇怪的星座 很重感情 但某些位置会很理性 很理性 硬性 你真是挺硬性 你又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跟大文一起呢?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 我没有跟大文一起 我幻想,我是另一半 你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呢? 因为你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对方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大家自己带我是谁 我是Jacky 在他身上我也有学到东西 很难扮 很难扮 扮不到 他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他是一个很开心的人 大小孩 而且是很疼我的 对了,要吃了 对了,他会夹东西给我吃 有些眼神感觉到 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人 会这样看着我 Cavin笑得很开心 立即 想像不想拖人去大文 不是大文 是Jacky 我啊,什么大文 我 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这样的眼神 都是被人重视的 因为平时拍拖是我比别人多 我比别人多 我比别人多 虽然你也需要别人的照顾 很多时候你也很照顾我 我感觉到 暂时也很开心 原来我的眼神是可以这样给别人 可能只是重视你 眼神只是重视你 如果你尝试其他人 会怎样 如果你想跟我吵架 都是 我知道是很生性的 我知道我自己很生性 好像是乖了一点 我很少过问他以前的东西 你以前的东西 我很少过问 过得去 不要说特别 我之前拍了一条健身房 可能我拍的时候 不行,真的要立即报备 只有这件事 但我觉得他表现还蛮好的 也有节目要的效果 未来你自己都会想生小孩 当然了 其实我是家庭仪式感 好重的 我以前是22岁毕业 24岁结婚26岁要生小孩 但我现在完成了一半 26岁了 但是未结婚未生小孩 听到了 我 是啊,你听到了 不是说笑 就千万不要 暂时都是工作行事 就点了两件 最后就南球队 你打南球队 对啊 起码都五件 或者六件 大陆的衣服 哈哈哈哈 你再来一天 看两件 哇,真的很好吃 这个饭 很好吃 这个饭 里面有少少少韭菜 但是 哪里吃过这种味道 是不是有家的味道 其实你这么久以来 有没有跟家姐骂过 家的味道 什么呀 我们经常都骂家 我们外人看不出嘛 就是真的骂一场胶 我们当然有 我们当然有 没有伤害的姐妹 只有 伤杀伤爱的 就是没有伤害的 一定是会骂过胶 是有骂过胶 但是无可可认 我们感情是真的很好 大家都知道 你很疼姐姐 都很疼你 但是你们会因为什么 而叫大胶 态度 是对对方的态度不好 对对方 因为我们是好 都是好亲的人 那自然可能 会是有什么说什么 可能她说一样很好的 在态度上 我觉得大胶 你为什么这么骂 可能说一样很好的 他就觉得 哇 你什么态度和我说话 很多时候是因为态度 而弄到对方 不会 都知道坏的 大家 就是说完那个 过了一会儿之后 家姐就是过了一会儿 我就立刻回路 说了些什么 两姐妹那种 血缘关系 是没有办法代替 真的没有办法代替 可能一个眼神就知道她想什么 或者她动一下 你就知道她想拿什么 现在 之前一起拍摄 看到很多是很一样的东西 所以新同步 最初都不觉得你们是似样 但是越看越似样 还有神情 身形 什么都 似 然后发声 我会不会有搞错 你两个呢 我没有 但是很多人会叫私人配岩 都会叫错名 六毛子很喜欢叫我家姐 但排檔那边 对 而且我家人都会叫错 你家人都会叫错 口快快 挖了就变成了 与家姐打發 就是老婆 是很平常的事情 但一定要知道对方是真的重要 于适当地哄大家 好了 也有一个问 这个 就是这个 我有想问的 那你没有介意过 或者是 那些人经常 你和姐姐一起说或做比较 如果我说不介意,你们会不熟 因为我本身EQ是比较高 内心是可以承受到这些东西 其实从小到大,我小时是很不美 看不出 我正在给你一张照片 你现在真的很美 哪有 昨天,姐姐做了蛋糕给我 就是我们小朋友的一张照片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很精致的美女 然后出街就会被人说,姐姐很漂亮 然后妹妹就在旁边 她在旁边等赞,我们也不会有人赞 有点好 姐姐很漂亮 我某程度已经习惯了 所以进入未了 人们说对比,姐姐比较漂亮 妹妹比较不漂亮,无所谓 觉得喜欢我的人,就会看到我的漂亮 你可以觉得我的人很好 你不用觉得我漂亮 你可以觉得我好搞笑,觉得我好白痴 只要你喜欢我,也不用你喜欢我的漂亮 所以我觉得比较不可怕 可怕是你怎样看一个人 大家怎样看一个人 甚至我和姐姐是两个人 我们的同事就是姐姐是漂亮的 不是说你不漂亮的 对,我自己也说 但她比较离地一点 女神的程度 因为你那种漂亮,你是贴地一点 感觉就是你们两个很不同的 但你们拍在一起,又会很像样子 对,没什么好比 有些人就会说 我只喜欢姐姐,不喜欢妹妹 或者我只喜欢妹妹,不喜欢姐姐 我试过留言 你喜欢我就一定要喜欢妹妹 嗯,我这么说 你一定要是这样 你喜欢我,但我喜欢我姐姐 等于你也要喜欢我姐姐 嗯,嗯 希望你们是这样 因为始终我们两次要 我也想和观众说 你喜欢我的话 你就一定会喜欢吃一落小锅 那我喜欢一落小锅 就是我喜欢的 我知道你喜欢我的 我刚才说了 又要生小朋友吃 是很适合我的口味的 我喜欢吃饭 是不是呀 是不是呀 这个汤底越久,它的胡椒味越出 但是呢,因为我很怕吃到胡椒粒 但是这个刚刚好 哪里最容易碰到你 在香港 在铜锣湾吧 对呀,我们也住在铜锣湾 但是鵝颈条是比较容易碰到的 我还问你,其实你人生有什么梦想 不一定是你现在做的 我梦想是花间 我不管是甜品店 我喜欢吃零食 我可能做日本的零食店 但是这东西必须是属于我的 我很想做一样有自己的情感 可能是属于我 或者是我们一起做的 这样才有我的情感 这样才有我的东西 我自己才会喜欢 譬如我拍摄吃东西 我不知道观众有没有浮复 好吃的东西 我是真心觉得好吃的 我对吃的东西 就是我们会回兜的 我们就真的会跟你说 我会回兜的 我自己的梦想是 去那一刻火锅店 我真的吗 真的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吃火锅 还有火锅店一定要有些游戏 有接触的 就是大家之间 差不多了 没问题之后 那我们要讲笑话了 对 我要讲笑话 好 我先偷鸡 我们现在还有这个 讲笑话的环节 虽然我们有一落小窩的赞助 但是我们也要照讲笑话 我先说好吗 我一定没有你说得那么好的 不是的 我那些是烂的 我怕你打我 好了 我问你一个问题 有没有是Harry Potter 有 那你知不知道是Harry Potter 哪个角色最有主见 我不想看你 但这个我听过 啊 那你这么想吧 不是这个好笑 这个有趣 这个有趣 这个有地獄 因为他不会被人牵着鼻子 好 来吧 第二个 你知不知道鱼和虾打架 谁会赢 对 关不关虾打架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做观众 哇 虾 错 是鱼 因为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 好 这个OK 但是这里的虾和虾都是Win 虾都是Win 虾都Win 是虾都Win 我觉得我这次很高质 好高质 OK 听着 有一天 小明不舒服 就去看医生 嗯 那医生就说 哎 可能你要割一边耳朵 那如果要割一边耳朵 你会怎样啊 接着他就说 那我就会听不到 嗯 他就说 那如果割两个耳朵 你会怎样啊 就是没有两个耳朵 我会看不到 知道为什么 知道为什么要割一边耳朵 因为他戴不到眼镜 哇 好漂亮啊 Jeky 我在想割两边耳朵 为什么会看不到 你戴人的眼镜就可以了 对啊 我刚刚也认识了 不是很小的 我知道了 他割一边耳朵 他听不到人叫他戴眼镜 对啊 就是自己不会想到 对啊 他自己想不到 好 好 第二个了 你和猪站在一起 猜一种动物 猪猪 不是 我和猪猪 我和猪 你和猪站在一起 就是 象 象 大笨象 象 为什么 elephant 你和猪站在一起 象 怪不得 你和猪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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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一个 好了 你现在很快问我 我可能都答不到 小明去图书馆 Liberry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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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就说 今天一天 走走走走走 我和猪站在一起 问猪站在一起 他说 他说 这个是浮雪 有听过吗 有听过吗 有听过 你演绎得挺搞笑 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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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50公斤的棉花和50公斤的铁 哪个重点 铁 我怕是第二个问题 想不到你第一个问题都答不到 是一样重 50公斤的棉花和50公斤的铁 哪个重 一样 那50公斤的棉花和50公斤的铁 哪个重 一样 错 是50公斤的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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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样 她肯定是 guests 50公斤 ruck ok 棉花政府没有交 开心愉快的平安夜的晚上 平安夜的晚上 然后就可以好好地迎接圣诞 也要跟大家说,圣诞节开派对 如果大家知道叫什么时候 叫一落小锅的外卖套餐 就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这个五人份是绝对够吃的 就是农卡海鲜和火锅套餐 非常多不同的海鲜 大份又抵食 而且是全港都运送的 而且叫外卖加10元 就可以指定到火锅的湯奶 这个优惠期是至2022年3月31日 大家都是一个好选择 而且真的很好吃 大家记得要叫一落小锅 看完Jeky Lo的店 可以留意我那边 Jeky Lo也有秘密 Jeky Lo的店是谁呢? 我是乎私人的厨房 好了,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再一次多谢一落小锅的赞助 门店是位于沙田石门经常乐场 一期来光顾和叫外卖 今集和老婆差不多了 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